- 姐姐- 妹妹- 不一样 哎呦 今天很开心咧 妹妹 为什么咧 因为你有好消息要告诉大家了 等很久咧 所以这一集我们要不要名字就叫等久就有啊 来啦 快点告诉大家 生命当中发生了什么好事 我就找到男朋友了 坦白说等了多久了 这是单身多少年后的一段感情 第七年了 单身七年之后 那为什么七年之后最后打动你的是她 她特别在哪里呢 她特别在她非常的体贴 举个例子 她又爱神又爱人 爱人应该就是你啦 她也爱周围的人 如果她也爱其他很多姐妹咧 这样不行啦 当然我比较特别 我爱不行啦 所以妹妹今天身上的香水特别香有没有 就还好 因为她人不在啊 就最近都喷得比较香有没有 今天在摄影棚也没有人不在啊 等一下录完之后你们不会约会吗 我已经有stand by 我的那个香水在我包包里面 所以等下见她的时候就喷一下 都喷到几下啊 这样子 哎呦很内爽耶 来真的说 你看你看女生喔 就是那种恋爱 那种开心喜乐是藏不住的 有没有 做梦都在笑吧最近 有啦有啊 有三餐问候吗 有啊 就是时时刻刻都在发简讯啊 哎呦时时刻刻喔 哎呦时时刻刻喔 对啊当然啦 不是咩 哈哈 所以你有没有很夸张念出 念出她目前离你就是最靠近的一个简讯 发给你的内容是什么 他是干嘛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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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肉麻的就算了 我们要选肉麻的来听 没有她就是她问我已经到到摄影棚了没有 哇她真的是喔 就问我 OK 所以像这种你在热恋的时候 你会觉得是很甜蜜啦 是关心 对啊当然啦 对 哎女生其实也蛮难搞的 我现在突然间脑袋里面闪过了一些 就是很无理头的想法 不然就分享一下 嗯 就那种当热恋的时候 男生这样做你就会觉得 哇他好在乎我喔 嗯 他时时刻都在想我 然后让你像我没有聊过 你的最基本的需求就是被爱的感觉 对 得到充分的满足 嗯 但是呢随着时间的推移 maybe慢慢 两种可能 第一他 不这么早三餐问候 不会这么关心你今天吃了什么 做了什么 到了没要去哪里之类的 你就会觉得他是不是不爱我了 那另外一种可能就是 真的时间久了他还这样 你会不会变 就是感觉不是被爱 而是觉得他的占有欲有点强 有点干涉你的自由 不会耶 其实 你现在体会不到的 你现在一定不会 你现在就是最好时时刻刻 每分每秒都收到他的短信 就对了 不然就要见到人 我现在在热恋当中 我当然不会觉得 他这样我需要报备 还是什么 我会是一种 我觉得很喜欢啦 很喜欢这么做 所以谁跟谁先表白的 他啦 所以他 他暗恋你吗 他有没有暗恋你多久 我真的很帅 我真的很帅 没有吗 这是好消息 这么开心的事情要跟大家分享 可是是我先喜欢他 所以其实你有set signal给他 send signal啊 有没有 还好啦 因为我会比较传统一点 所以我 我send signal也不会太过明显 因为我觉得 我比较喜欢男生追我 当然我们有聊过这个 但是有表示 就是对他有喜欢啦 所以也就是你喜欢他的时候 他还没有发现你的存在是不是 他知道我的存在 是你 我的意思就是他的眼中 还没有完全看到你的好 对对对 所以 但是你已经跟他说 你有 就你已经让他知道你有喜欢他吗 还是没有 我觉得没有很明显啦 哦我不懂啦 我要问他 所以他是哪一件事情 或者哪一个moment 突然之间他就发现 他的心为你而动了呢 哇 自己在夸自己耶 不好意思耶 没有我就很喜欢听你夸自己 快点夸 敢敢夸真的 来 哎呦很喜欢耶 他就 因为我 我们一起出去的时候 不只是我们两个人 而是和他的一些学生 就是学生变成朋友 小我们好几岁的一些朋友们 一起出去 然后他就说到了 他看到我怎么和他们聊天 怎么和他们互动 他觉得说 我是很爱他的这些朋友 然后他看到了我这一面 然后看到我的吸引 对他们的爱 然后他就被那幕吸引到了 所以其实他信送了就跟你表白了 是不是 然后我们就有一天就 在公园走走的时候 他就表白 突然拉住了你的手 没有啦 我们 我很好奇 规规规矩矩矩的表白是怎么样 怎么样发生的 就 庶民 我喜欢你 你喜欢我吗 这样吗 因为我是个不喜欢在灰色地带待太久的人 所以我问一些问题 就是 试着去问他说 诶你到底是在干什么 所以我问他说 诶你就是 你对待我的方式 就是 这样子对待每个人吗 就你对每个人都那么的好吗 嗯 然后他就 心里想了想 然后 他就 开始表白了 他就开始真的表白 然后 我也是一个很帅 我们两个就 你帅 你心里面应该想 转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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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是 当时hold了一下下 然后回到家 就自己在那边 对对对 回到家 回到家 就发点讯息给我闺蜜 Oh my gosh 终于等到了 okok好 其实 诶我问你 我问你主机很远吗 没有啊 这是息息相关好不好 所以现在你已经有了一段 恋爱了 然后接下来 你就要好好的去 经营嘛 去经营 所以经营的话 我们就必须要了解一个东西 那个是不得不知道的一个东西 嗯 诶其实我以为全世界的人都懂了 我觉得 可是我发觉我在身边 很普遍 可是我发觉我在身边 跟很多朋友聊 不同年龄层的 他们没听过 所以我觉得我们有必要聊一下 ok 就是有没有听过爱的语言 这件事情 其实它是一本非常非常畅销的书记 它其实已经30年了 所以我真的觉得 可能大家应该都懂了 30年 而且它有2000万的销量 嗯 所以现在还在不断的上升 嗯 那其实爱的语言 这个东西讲的非常的简单 他觉得每一个人 接受爱跟表达爱的方式 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很多的时候 可能你做的一些事情 你觉得你在表达爱 但是对方却接受不到 或者其实对方常常为你做一些东西 你并没有觉得他在爱你 可是对方一直觉得 会已经很明显的在表达我爱你了 嗯 所以他就列举了五个 那个爱的语言的类型 yes 就比方说有精心的时刻 嗯 有肯定的言辞 对 有身体的接触 还有接受礼物 对 接受礼物 还有服务的行动 服务的行为 对对对 服务的行为 所以其实每一个人 他基本上接受爱跟表达爱 都是这样的一种方式哦 其实很简单 有的人喜欢听甜言蜜语嘛 对不对 他觉得你一直对我讲甜言蜜语 你就是在表达对我的爱 可是有些人可能他就会觉得 嗯 我喜欢你 我就是一直服务 一直服务 一直做很多的事情 对 对 我其实不大喜欢 太多甜言蜜语的那种话语啦 因为我觉得你 你是不是口花花 只会说不会做 哦是哦 OK来我们聊一下 要适当啦适当 我们聊一下我们自己爱的语言 好了 OK 你先来 我的一定是那个 静心的时刻 为什么呢 你先解释一下 你觉得什么样的一种时刻 是静心的时刻呢 就是 我们两个人就会 把全心 那些全部的注意力 都投入在对方 然后没有任何东西在打扰 我们也没有东西在干涉我们 就我们两个可以是 可能在公园走走啊 然后就谈天啊 说地啊 然后就哈哈大笑 嘻嘻哈哈这样子 就是你属于我们 属于我们两个人的这种时间 而且是要彼此给对方 就是100%的关注度 嗯 这样你就会觉得 你会很感觉被爱吗 对 哇哦 所以你目前为止 目前为止 目前为止 你跟他恋爱多久了 有没有到一个月 还没有呢 好那目前为止 你们经历了哪些静心的时刻呢 除了表白那天 我们就会在公园走走 我们就会在公园走走 好我现在知道我问你 真的 不能死 哦 而且那一天 是他表白的隔一天 所以你们就是 哦还有很多话没有说完 所以第二天要说 说到你只睡三个小时这样子 哎呦你还会抓包耶 姐姐他记忆力很好耶 哇哦所以哦 他跟你的爱的语言一样吗 不一样 不一样 你现在已经发现到 他爱的语言是什么 啊我们已经说了 我们已经发现到了 这个他的爱的语言是 肯定的言词 哦所以妹妹 那就简单了 都不用花钱 你没事就夸他就好耶 真的 我跟你讲真的 你从跟他见面那一刻 开始看到他的样子 你就开始从外表开始夸 然后接下来沟通讲话 他只要讲了一点点 稍微有一点点智慧 哇夸他有智慧 嗯 然后再慢慢他给你做了一件 什么样的事 让你很感动 夸 诶真的我每次都在夸他 我到处跟朋友啊 家人说他的话的时候 都是在夸他 因为他真的是语言很好 他真的人很好 而且在其他人面前夸他 这更加的对他来说 对啊 感觉被爱 对 感觉自己很优秀 嗯很好耶 所以他需要花时间多陪你 因为你爱的语言 是警醒的时刻 嗯 然后他就是有这么做 因为他知道 这是我被爱的方式 嗯 所以他也是有刻意去花时间 然后他 他本来就说到了 他跟我分享这东西 诶其实我不是一个很喜欢 就是和别人 我的爱的语言 其实不是那个静静的时刻 但是和你在一起之后 哎呦 我就觉得 我的爱的语言变成静静的时刻 嗯 但是关键是看谁 跟谁在一起 嗯 嗯 好啦 就祷告他这样的一种感觉 永远不会变啊 对 yes 那你呢 姐姐 我哈 我觉得在聊我的爱的语言之前 不然我先想问问看 你们有没有计划 接下来 有没有刻意的去安排 要彼此做一些什么事情 诶 诶 姐姐有咧 你不要这样 你这一直在装 来啦 分享一下嘛 大家可以学习一下嘛 对不对 诶我很不好意思 我跟你讲 我们就是在热恋当中 就是有做这种东西 就是我们就列个清单 所以两个人 一定要一起去完成的事 啊 就这一天我们可能会去野餐啊 另外一天可能带他的狗狗去那个 野餐啊 你不怕蚊子咬哦 ok找个没有蚊子的地方好 so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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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继续 然后就可能另外一天就 狗狗的 哦他有狗狗 哎呦好可爱呢 好可爱哦 你好喜欢 就带他狗狗去那种 狗咖啡啊 咖啡厅那里去一起吃 然后另外一天也是安排说 我们可以看舞台剧啊 因为我喜欢看舞台剧 嗯 就有列这种东西啊 我们一定要这样子一起装一装 那种咖啡咖啡的东西 哎呦很sweet 这种感觉了 这是很重要 这很重要 这真的很重要 因为我会觉得大家都很忙嘛 好像我们每次都会讲 大家都很忙 然后你的工作 你的其他的朋友 已经占据你很多的时间 那如果说你在一场 爱情里面 不管是谈恋爱的阶段 还是婚姻的阶段 你们真的是需要很刻意的 去安排 两个人的精心时刻 真的要去隔出时间 对 而且我其实本身觉得 不管说精心时刻 是不是你爱的语言哦 我觉得这在一段关系里面 都是极为重要的 因为爱的语言 其实不是一个而已 就是说即便他觉得 精心的时刻是他 爱的语言 那只是他觉得他 得分最高的 但是不代表说 其他的四个他不需要 所以我觉得 彼此刻意的安排一些 两个人可以一起做的事情呢 其实对每一段关系 都非常的重要 我自己以前看过一本 网上的一篇文章 也不算是一本书 然后他就有谈到说 诶 他的建议就是说 在一对恋人踏入婚姻之前 他最好要去安排做的几件事情 就是你们要不要结婚 你们先做完这件事情以后 你们才做决定这样子 为什么会要做 他是规定的一些事情 也不是 我觉得那个作者可能只是他 OK 那作者本身 他是一个哈佛心理学毕业的 哈佛心理学毕业的 所以他是学这个专业的人 所以我相信他提出的这些东西呢 背后其实都会有在心理程度上面 某种满足的需求在那里 OK 所以他才会觉得 提出这样的一些事情去做 OK 我们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了 OK 就比方说至少一次长途旅行 我觉得这很重要 其实很多人都讲过嘛 如果你们两个人 可不可以结婚 你们去旅行一次 然后而且不是那种跟旅行团 拜托 是那种你们完全两个人 自己去到一个陌生的国度 那国度最好是你们彼此 都不熟悉的国度 然后你们就会在过程当中 观察到很多东西 比方说那种花钱的习惯 那个人的优先选择的一个顺序是什么 然后因为未知 因为陌生 所以有很多不可预测的状况会发生 你也能够看得出他怎样去面对 这些不同的挑战 对 就是当各种各样的东西 不是你计划好的 不是你预期的过程当中的时候 他是怎么样去应变 或者是当下的情绪 是不是一个稳定的人 然后在整个过程中 他会不会跟你很照顾 那可能在谈恋爱 你们一个星期见几次 但是去旅行 你们真的是每天 从早到晚面对一起的 这样的话 他会不会看你 之类的 你知道吗 我现在不用跟他出国 我都已经在 也是差不多面对 每天面对一下 你很甜蜜 他在哪里 等一下是不是来接你 有没有啊 他在工作 他都受不了了 OK好 所以你有没有计划 要跟他去旅行 真的是没有啦 但是如果真的去 现在已经还好了 现在已经开放啦 如果真的去旅行 应该会跟朋友一起去啦 如果真的有去旅行 OK那我跟你说 如果哪天你决定 要不要嫁给他之前 就不要有朋友 你们单独 一个长途旅行 久一点 就十天以上的那种 哇很长难 我不懂 你很嫌弃啊 不是不是不是 你不是要很亲戚吗 不是我不嫌弃 如果你现在跟我讲 我有男朋友的话 他会带我去一个长途旅行 10天 可能我自己是觉得说 我不想在结婚之前 和我的伴侣 和我的男朋友 就是去出国旅行 为什么 一定要在结婚前做 可是不代表你们要睡一个房间 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我应该花更多钱 没有啊 其实跟我翻白眼 好下一个 下一个就是 一起要去图书馆里面 坐一下午 然后每个人呢 选一本自己很喜欢的书 然后各自看 不要去打搅彼此 那看完之后 出来的时候 你们才一起来分享 分享心得 对 我觉得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可能你会看到说 他如果给他机会选择一本书 他会选择什么类型的书来读 那是他的一个喜好嘛 对不对 然后这也是对他重要的一个价值观 对 也看得出他的可能在 有哪些智慧啊 然后你分享 就聊出他对一本书的看法 我觉得这样是 对 所以因为很多恋人都会觉得说 有的时候谈恋爱久了 不知道好像彼此话越来越少 其实你刻意的安排一些这些事情去做 所以你们就会有话题 挺新鲜的啦 很新鲜的 你们话题就会多 然后对方也会觉得 可能他前面的几位历任 都没有这么做过 他就会觉得 这女生有点特别 或者说这男生真的不错 他很花心思 去安排每一次的约会 而且都是有理有多 所以你们就会彼此不断的加分 你们爱情银行的户口就会 对不对 越来越多 然后第三个 这个我蛮喜欢的 喜欢吗 所以一定要 一起做一顿烛光晚餐 然后做完不算 你要不要一起做 就可能你切菜 他炒菜 然后之类的 就是一定 不是说一个做给另外一个 只是一起 因为你有没有听过 人家说在厨房里面 只有一个主人 两个人一起煮饭 就会吵架 所以可以试试看 这个也可以给你们 未来如果真的进入婚姻的时候 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彩排 也就是说以后 一日三餐是要两个人一起分担的 ok 安排谁煮 谁洗 谁切 什么这样子 看看愿不愿意 也可以看一下他动手能力如何 你有没有曾经做过 做过这样子一个 煮碗碗餐 我跟你说 他上面列出来的地方 我一个都没做过 所以现在还担心了 所以大家知道吗 他恋爱了就赶紧 ok 试试看 我真的没有 因为我以前都不懂得 要花心思去这样经营 我很随心所欲的 我今天想到我就跟你 就是要做什么 我们就做什么 我不会觉得说 我们两个好像要好像 很精心的安排一次约会 然后要做一些很特别的事情 可能热恋期我会有这样的感觉 就是我当时只是给他惊喜 我不会觉得是我们 要安排一个东西 一起去做这样 而是我可能会 安排我给他的惊喜 可能送一个礼物 ok 还是什么东西 但是其实我觉得 两个人一起去完成一件事情 是很重要的 嗯 对啊 就像刚才讲那珠光晚餐 就你煮完之后 记得要两个人也要一起 慢慢的享用 为什么 因为你们享用的时候 其实又在彼此沟通 对 又在眼中只看到彼此 哇 还要点蜡烛有没有 然后蜡烛灯光有点微暗 冷门下 所以什么时候要跟他煮一顿烛光晚餐一起 我觉得是我煮他吃啦 一起 人家说要一起 可是他有学家说要一起 他有说他会负责洗碗 洗盘 他可以切菜嘛 洗菜啦至少 哇我真的不懂欸 可能不会吧 培养他一下 他要学一下 对 但是如果我发现到 通常 ok如果我说我在家 我自己煮 给家人还是什么 我通常都不会想要吃欸 因为你知道你煮煮煮 然后看的时候看到你也不好 所以我一个人 我试了几次之后 我真的觉得 这真的吃力不讨好 我何必呢 对不对 就自己又洗 你知道你每次你自己买一餐的食材 一定是超过你一个人能够吃的 所以有点浪费有没有 你也不可能只是煮你一个人的量 然后你又会收在冰箱 可是你刚刚煮完之后 你会觉得 哇可能满身都是汗啊 又很油啊 然后又好累 你吃的时候你没有那么的享受 何必呢 sorry啊 可是可是没有 未来的老公 我很愿意煮饭给你吃喔 哇 ok 我只是现在一个人 我觉得我没有必要煮给自己吃 可是不代表我不愿意煮给你吃喔 所以你跟他看一下啦 不错啦 煮一张一起 可以考虑一下 他不会就跟你学 哪怕在旁边帮你递个碗 帮你递个可能盐啊 酱精之类的 都要叫他参与在这个过程里面 然后再一起享用 而不是他坐在那边等你煮完一起吃 哇 其实在教我欸 对 而且洗完你们也一起洗 要一起你懂吗 不是说你煮他在那边等 然后两个人一起吃 吃完了之后他洗完 你又坐在旁边等 你看你的电视 没有交流啊 老人 你知道我还总想像那种洗完的画面 真的好像 她在后面抱着你对不对 也是可以 也是可以 你已经有期待了 你记得提醒叫他来听这一集了 他就知道你的需求是什么 他话语没有很好 没事 有空叫她跟姐姐来上课 啊啊啊 开玩笑了 OK好 下一题 也就是说 哇这个很好玩欸 那我觉得 这个很好玩欸 我听了因为是GV哥的 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 他会有这样的一个 列出来说 要一起做一件这样的事情 可是我在想说 应该是很有乐趣的一件事情吧 你真的做吗 如果我真的有男朋友 我会试试看 我很想知道 我们两个之间的反应会是怎样 我觉得至少是一个难忘的经历 就比方说 他说你们要一起去到夜店 然后假装不认识 然后开始彼此搭讪 而且还不许笑场 就是这样 OK 夜店 我不知道夜店是不是一个最对的地方 就算不是夜店的话 我们哪怕在一个餐厅 就很好笑 我就很好玩 除非你们两个性都是很爱玩的那种 然后你就跟他讲说 我们就要玩一下 然后这种 好玩 因为为什么 我在猜 我不是很确定 因为他在好像看到你的时候 那是重新的一个追求的过程 那可能比较适合在你们已经恋爱 已经蛮长一段时间之后 现在你们还不需要 或者进入婚姻 已经蛮长的一段时间之后 你们觉得彼此之间的新鲜感 已经慢慢的没有的话 那你们就说好啊 今天我们两个就大家都打扮得很漂亮 要穿得你觉得自己最有吸引力的一个装扮 然后可能我们就去到一个公开的场合 然后彼此不认识 最好是在这个场合里面 也会有别人来追求你的可能性的一个地方 然后就彼此要跟each other 就是好像感觉像第一次见到你 那他就要追求你的过程啊 你又重新享受 他夸你啊 哎小姐 一个人哦 建议我坐下吗 然后就坐下 然后你要看他跟你聊什么 很好玩啊 然后你就坐下 你说哦 就看啦 你也可以跟他说 哦 sorry 这边有人了 然后你再看他要怎么办 哇你退掉他 对他这边有人了 他说哦 在哪里 哦 没来前我先坐一下 你就会看到那种性格 你们两个就会彼此之间这种玩 其实是好玩的 你可以这样做嘛 我会 我会 我会很好奇 就是如果我跟我的另一半 我们去这样试的话 OK当然话又说回来 这个东西都必须两个人都很有这样的想法 对 如果说你自己一个人玩得很开心 然后你很期待 然后另外一个觉得你脑袋有毛病你知道吗 那个太无聊 你干嘛要玩这种 不要啦 对 然后那就代表你们两个人在这件事情上面没有共识 那就不要做 因为做了也不开心 所以如果他能够被你说服说 诶是啊 why not 我们试试看啊 那就why not 就试试看啊 还有很多不同的活动啦 可以去穿一下 不一定要做这个 对 我的个性是我会啦 可是妹妹的个性可能就是不会 我应该不会啦 对 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很好 就是你可以一起去看一下彼此小时候长大的地方 我觉得这个很好 我觉得我很喜欢这个 或者是如果真的去不到那个地方的话 也可以看一下旧照片 我觉得去到那个地方 然后你会跟他讲故事 旧照片也可以啦 但是真的能够去到那个地方 比方说带他看一下你最早小时候可能住的那个房子还在的话 因为那为什么要这样做 或者是你曾经的小学 你每次好像放学之后你会走这条路回家 让他陪你去走那些路 就可能对我来说这种感觉会更强烈一些 因为如果我想我如果在这边再有另外一半的话 他应该不太可能是跟我来自同一个地方的人吧 那不管他是什么国家的人 那如果我真的有一天可以带他回到上海 去看一下我曾经读书的地方啊 很好啊 那些东西是很特别的 因为那些地方里面承载着你的故事 那些地方有很多你美好的记忆 是他不知道还不认识你时候发生的 那你们就会有很多话题可以聊 对 我很喜欢这个 他可以更加了解你 小时候是怎样的啊 对 我很喜欢这个 很酷哦 所以你们要安排一下做一下 希望你们都在新加坡 还好啦 可是你的小学啊 中学啊 你可以跟他聊一下说以前你在这边的时候 可以了 然后你就会聊到小学说你的个性啊 中学时候你经历的一些事情啊 话题就来了 难道你不对他好奇吗 他小时候是个怎样的小男孩 他有跟我分享 对 我是那种乖乖的 然后他是那种坏坏的 对啊 其实你们已经再分享了 对 然后另外呢 我就会觉得哦 可能一起去做义工 嗯 嗯 这也很好 我也很喜欢 然后像 你们如果有机会 我会觉得你们应该要一起去吃Michelle去 宣教 我们有讲到耶 嗯 哎呦 以前过后 哎呦 姐姐很懂你 有没有 哎呦 姐姐 然后另外一个你们应该也有了啦 就一起照顾一盆植物 要真的啦 好不是这样的 一盆植物 或者一个小动物 啊 啊 在你们结婚之前 哇 安排一下 你们有吗 他有狗啊 对 还有狗狗 他狗狗是他家人 他家人一起照顾的狗狗 那你可能改次可以送他一盆花 嗯 然后让他每天可能 如果几天后枯萎了 你会怎样 没关系 借我再买这一盆花 我再送一盆花 哈哈哈哈 可是你就是要有那个经验 对 为什么会枯萎呢 下一次我们再一起 哎 一起啊 又有话题啊 一起照顾 对不对 看他喜欢动物还是喜欢盆栽啦 嗯 哇 最后一个我要笑死了 最后一个 可是我也觉得有一点道理 就是你一定要找个机会 再嫁给他之间 在他面前要放一个小题 对啦 亲了还不行 要很大声那种 Oh my gosh 然后还有味道 因为如果你办不到的话 这位心理邪教说 很难一辈子再一次 走下去耶 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对的 打歌啊房地啊 对 对 对 有没有在你之前目前为止 在男朋友面前做过这件事 没有啦 对你看你现在还是属于 喜欢把你最好的一面 表现在他面前 但是我可以跟你澄清吗 我就有在他面前吃凤召 凤召OK吧 凤召怎样 对吧就很unclean你知道吗 因为你要全部把那些皮啊 那比放屁好很多吧 对啦 因为你还要把那些骨头 给吐出来啊 然后在他面前吐出来 OK你已经慢慢接近那个状态 就是说 可能以后 我觉得该维持的优雅要维持 然后该维持的那种 端庄要维持 可是呢 为什么他觉得这一点很重要 是因为婚姻都是两个人 to become one 就是二合为一嘛 那二合为一的人 你必须是让自己可以最 最真诚的 对 最真诚的一面 你不能够只是期待 让对方看到你好的一面 对 你很害怕 或者你很隐藏 你自己觉得自己 不那么美好的一面 那其实你应该是 把你完全的真实的东西 展现在他面前 而且放屁这种东西 人之常情对不对 然后又不是说 一个性格上的缺点 对啊 或者一个态度 一个品格的问题 对啊 我觉得那是一个很自然的 可是你如果放不下的话 就代表你对他 还有很多的保留 不是一点保留哦 我是怕如果 我们的油味道而已 我会是从来没试过 我为什么试过啊 我 这些的油啦 OK 好啦 我们的那个导演 在那边一直roll我们 跟我们讲我们这一集聊太多 可是其实我们还很多点 没有聊完 聊都聊不完 爱的话题我们可以聊很久 OK 下一集继续 如果你要知道 你的那个爱的语言 是什么的话 可以其实上网去搜 有免费的测试 你知道你爱的语言 到底排列最前第二 第二名是什么 然后呢如果你想要知道 你的对方 然后爱的语言是什么 他又不愿意去 做那个测试的话呢 在下一集节目当中 我们会告诉你 你怎么可以发现 OK 我们下星期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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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